今天上午 王毅国务员兼外长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在通话当中 王毅国务员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关立场 中方对乌克兰局势演变表示关注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共同维护 乌克兰问题演变至今 与新明斯克协议迟迟未能有效执行密切相关 中方将继续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止 与各方接触 乌克兰局势正趋于恶化 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 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 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